那再來我就要講塗層的部分了 塗層我們剛剛一直都在塗層1 然後塗層1走滑之後會有不太一樣 它就沒有分享 它是複製刪除跟上鎖 上鎖的話把它鎖住就不能畫 它是把它鎖起來了 接鎖就把它打開 然後複製的話可以複製塗層 這個刪除就刪掉這沒什麼問題 塗層這邊我先來隨便畫點東西 順便講一下快速上色的功能 就像我剛才畫了一個圓圈 然後在右上方的顏色這裡拖過來 拖到裡面就可以自動填色 快速填色的這個功能 有時候把它拖過來的時候 會發現顏色像這樣旁邊有一圈白白的 這個時候你可以把顏色拖過來 然後筆不要放開 然後往右滑 上面這裡會有一個色彩快填零戒指 往右滑它填的顏色就會越來越滿 越來越滿 然後滿那個程度顏色就會溢出來 那往左滑它的顏色就會越來越 空隙就會越來越大 然後還有一種情況啊 如果你填了色之後發現 顏色就是會一直跑出去 就算你把零戒指放到最少還是跑出去 我現在這個是用的比較明顯一點 這個很大的洞 那這樣填色一定會跑出去 這可以理解 那有時候我們畫一些比較細的線 那個空隙可能是小小一個 所以在填色的時候如果發現顏色一直跑出去 就可能要去檢查一下是不是 線條中間有一些洞 那把它連起來 那我現在一個橘色圓形要把它改成黃色的 我可以這裡顏色改好黃色之後拖過來 那它一樣可以設定那個零戒指 在Procreate最新的版本之中 墮了一個叫連續色彩快填的功能 只要在第一次把色塊拖一過來之後 點擊上方的繼續填滿 就可以直接用點擊的方式 點擊你要填滿色塊的範圍 不用再每一次都從右上方的色塊拖一過來 那在這個模式之下也可以直接換顏色 然後繼續用點擊的方式填滿範圍 然後有一個情況蠻特別的 就是比方說我現在都是在偏橘色的這個調色盤 然後我換一個顏色紫色 這樣子它會把你這一整個色塊裡面的顏色 都改成新的這個顏色的色調 然後如果你是用這個第二代Apple Pencil的人 你可以在比較平的這一面 就是有蘋果的這一面 點兩下就可以快速切換筆跟橡皮擦這樣子點 再來就可以幫它加花瓣跟葉子 我在畫墊繪的時候就會把所有的顏色 盡量把塗層都分開 尤其是月初期在畫這張圖的時候會分得越細 那有時候比較懶會同一張圖全部畫在同一個塗層 那個是比較特殊一點的狀況 一般來說我會每個顏色把它分開一個塗層 像剛畫了一個黃色的花瓣 然後我現在可以幫它加花瓣 那現在花瓣被蓋住了一部分嘛 這個是因為在比較上面的這個塗層 它就是會蓋住比較下面這個塗層 你可以把它想成它就是一層一層這樣子疊上去 所以月上面的塗層它就是月上面會蓋住下面的東西 那在塗層這邊呢一樣你可以長按塗層 然後就可以調它的順序 像我把花瓣這個塗層放到後面 它的順序就會跑到後面 然後塗層的右邊這個N 這個NN把它點開 就會看到這裡有一些跑出一個可以設定的地方 然後最上面這裡有一個透明度可以設定 然後下面這些叫做塗層屬性 我來改黃色這個可能比較明顯 黃色這個N按一下 現在是正常正常就是這一般的模式 那像我現在把它變成顏色變暗 那就會發現它會跟底下的塗層去有一些作用 像這幾個加深顏色啊線性加深等等 都是把底下的顏色再變得更深 點右邊這個勾勾可以把塗層預覽關掉 就是你現在看不到它打開就看得到它 不是真的把這個塗層刪掉 然後另外呢點圖層的左邊縮圖這邊點開 然後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功能 那重新命名就是可以重打這個圖層的名字 這個選取按下去 它是把這個範圍選起來了 現在從螢幕看應該不清楚 但我的現在旁邊白色的地方會是一些斜線 斜線的地方是沒有選取的部分 然後綠色這裡是乾淨的沒有斜線 這裡是有選取的部分 然後按下去選取之後有沒有看到左上方這個東西也變成藍色 它也是選取 他們的他們都是選取 只是點這裡呢就會把這個塗層裡面的範圍直接選取起來 那點這個選取 指點它的時候下面也會問你 你現在要自己畫選取的範圍 還是你要用一個長方形 還是你要用一個橢圓形 橢圓你就可以畫一個圓形 圖手畫就可以你自己畫一個形狀 或是你要自動 自動就是還會把你自動選取這個範圍起來 有點像魔術棒的功能 而設在添加的時候 就是你可以旁邊再多加幾個範圍 那你改成移除的話 就是可以移除掉你的選取範圍 反轉就是把它對調 剛才選取的部分現在沒有選取了 這裡有個羽化 羽化就是選取範圍的邊緣 要不要讓它變得有點模糊 淋的話就是一個銳利的邊緣 那我自己預設在淋 我很少去調羽化這個東西 這邊把顏色填充打開 它就會自動用你現在選的顏色 來幫你選取的範圍填色 那我自己用顏色填充的時候 我會在比方說是有線稿的狀況下 像這樣子 有線稿的情況下 我會用這個顏色填充 然後塗手畫 這樣子可以很快速的填顏色 我覺得蠻方便 然後它這個塗手畫 是你的筆可以隨時拿起來的 像PS裡面的話 你如果滑鼠放開 它就會把你原本選到那個範圍 就把你自動選好了 但是在Program裡面 你的筆可以隨時拿起來 所以我覺得這樣很方便 我回到原點的時候 它這塊就上好顏色了 拷貝按下去 它不會有反應 直到你按了貼上 它還會把你剛才拷貝的東西貼上來 我平常也不會在那裡按拷貝 我會這樣子直接三根手指往下滑 然後它這裡就會出現撿下拷貝 拷貝全部複製 撿下貼上貼上這個東西 填滿塗層 按下去就會用你現在選的這個顏色 把整個塗層填滿 清楚就是把它清除掉 這兩個都是字面上的意思 然後再來這個阿法鎖定按下去之後 可以看到塗層的旁邊 變成灰白灰白色的 那這時候再按一次填滿塗層 就會發現只有原本有畫圖橘色的範圍 有改顏色 沒有畫圖的地方就沒有改顏色 就是用了阿法鎖定 然後阿法鎖定可以用兩根手指頭 把塗層往右滑一下 就可以解除或是打開 再來下一個是遮罩 那我這邊我今天就只單純講 阿法鎖定跟遮罩怎麼用 如果你想要知道他們用途 然後什麼情況下要用什麼 我的YouTube裡面有一支 就是在講阿法鎖定遮罩 剪裁遮罩的差別跟用法 有一個詳細的介紹 可以去看那支影片 遮罩按下去就會看到 上面出現一個塗層遮罩 那在塗層遮罩呢 你的顏色不管選什麼都會變成黑白灰 像我現在選到紅色了 可是旁邊還是灰色 這就表示你在畫的是遮罩的部分 那你在遮罩上面畫圖 塗黑的地方就會把底下的圖案遮住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上面有一張黑色的紙 你塗黑的地方就是黑色的紙 白色的地方就是沒有紙 那塗黑的地方就會把下面蓋住 遮罩呢也可以把它刪掉 它就回來了 那在遮罩下面有一個剪裁遮罩 這個剪裁遮罩呢就是比較快速的去設定遮罩 按下去之後它會自動用它下方的那個圖層 來當作它的遮罩範圍 那這三個功能都是讓你限制你畫圖的範圍 或是限制你看到的圖案範圍 然後就會依照你使用的情境 你可以選擇不同的功能來用 再往下反轉 可以幹嘛反轉它的顏色 這個也是我不會用的 然後參照這個功能呢 我們要來旁邊一樣 再畫一個 我現在畫一個線稿 然後這邊設定參照 我這邊開始參照之後 我現在新增一個圖層 我換個顏色 然後可以直接丟過來 它就會自動用線稿去填色了 就是參考這個線稿的意思 去填色 向下合併 跟下面那個圖層 合併 向下結合 跟下面那個圖層 變成一個群組 那這兩個我也不藏在這邊按 因為我都是很快速的這樣子捏起來 或是兩個選起來按群組 好 如果你把多個圖層 已經設為一個群組 要把它解開群組的話呢 你只能把裡面的圖層選取起來 不要選到群組了 把裡面這兩個圖層 旋區起來 把它拉出來 OK 塗層的部分 講完了